Hello 大家好,我是物理治疗师 Nick 这一章要来跟大家分享身为物理治疗师最常遇到的情况 疼痛的产生跟你想的可能不一样 你是不是花了大把的钞票买了很贵的人体工学椅 或是收集了各式各样的按摩器具 但是疼痛问题都无法获得有效的改善呢 会出现这种现象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找到造成酸痛的真正的根源 疼痛只是一个结果 我们需要找出为什么会造成疼痛 解决原因才能有效的改善疼痛 常见的疼痛原因大致上有两种 长期的姿势不良 可能使两侧的肌肉张力不对称 或是让身体某一侧的关节压力升高 都容易让你的疼痛产生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保持在一个压力相对比较小的姿势上 这就是所谓的正中位置 每个关节都有所谓的正中位置 但日常的生活坏习惯可能会让我们慢慢的失去 回到正中位置的能力 所以身上的疼痛就无法缓解 肌肉使力不当 动作过程中如果有些肌肉没办法正常的活动 可能会导致其他肌肉会出现过劳紧绷的现象 可以想象成每一条肌肉都是一个团队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地方 肌肉也有各自的专长 慢肌适合提供稳定 会计适合提供爆发力 如果让肌肉做不擅长的事情 不仅事倍功半 容易常常腰酸被痛之外 还很容易受伤哦 而且如果当中有人再当薪水小偷 其他人就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完成工作 这个时候你脑袋中我们有浮现你同事的脸 容易痠痛的肌肉往往都是受害者 所以哪里痛就用按摩球去压 或者用酸痛贴布 往往都只能舒缓症状 一段时间之后 症状还是会反复的出现 所以我们应该把薪水小偷抓出来 共同分摊工作 有最棒的工作效率 才能有效的处理症状 后面的课程内容 有许多的运动 伸展的分享 目的就是要让大家 可以找回身体的症状位置 并且让你身上的肌肉 都回到初始设定 各式其职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